就是在我印象中 就是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她说的话最多的一次 就是她在外边 喝了点酒然后回家 喝了点酒回家 对 然后她当时就特别浪漫 还跟我说 现在就是老婆 我爱你 就是其实我也想 好好照顾你 然后就之类的 这些情话 感动我都不行了是吧 当时 对 谈恋爱的时候说过吗 没有 然后我就心想 我说在外边就是喝点酒之后 回来还能跟我说情话 我就在家 就是没事 就是感觉她妹的时候 我就想给她喝一点 给她喝酒 对 就是没想到 就第一次有用 第二次呢 第二次她就跟我说一堆废话 为她一句她都说二十句 但是二十都是废话 她就有的时候 还特别扎我心窝子 还特别爱翻球账 你这咋回事啊 那天为什么喝多了酒 说了情话 后来为什么喝多了酒 就抱怨 是为啥 那天酒账送人当吧 说了也说了一句 你不怂啊 你认识仨月就娶回家 你很厉害啊 为啥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爱她吗 你心里有她吗 爱她 有她 她在乎你吗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回家一句话不说 但是挺在乎的 她 看不出来啊 我感觉她就不 她那种就不是在乎我 就感觉她就是在监视我 一会儿每次我出差啊 然后她到饭点的时候 就必须让我给她做视频电话 还要看看周围 就是我就是记得就是有一次吧 我就是在外边出差很忙 然后就是接打电话 就是一直接打电话 然后手机就很快就没电了 就关机了 然后她竟然跑到我家里边 为我父母我去干什么了 我不是担心你吗 担心啥啊 我给你打电话不接 后来打电话又关机了 对 就跑我家 为我父母 我父母就不知道了嘛 就她又跑我公司里边 就为我同事 说我去干嘛去了 我同事说我出差还没回来呢 她就在公司外边 就一直等我 根本就不是关心 她就为我 你手机为什么关机啊 你干什么去了 她就这种态度 这次不累了 还累不 我倒突然有一个主意啊 她喝完酒以后说情话 你玩失踪她就在意你 你以后天天就玩失踪吧 还累不 不累 不累啊 你看你看 还是有办法 然后就是回到家之后 她就一直就 就罚我的手机看 然后我就特别反感这种 你就说本来就是两个人 就好像过日子嘛 就是就一直就罚我手机 不是 你想翻什么呀 什么也不想看到 我只想翻翻她手机 看看她手机啊 不是 你看人手机干嘛呀 她手机我不能看吗 你可以看啊 你老翻干嘛呀 我没老翻呀 我就是翻了 我刚刚只是翻了翻了 她看见了 你想看什么呀 怎么也不想看 不想看你翻她干嘛呀 所以这个 有一个特奇怪 就是大家想想这件事啊 你是想让你的另一半 背叛呢 还是不想背叛呢 你翻不外乎有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是真背叛了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离不离婚 不离 真被叛了也不离哈 那就别看了呗 所以不要有那么多好奇心 就好 其实说白了 你是不是还有点不放心她 说实话 怕她跑不 怕 怕的话你对人好啊 看她翻她手机 翻出些什么了吗 没有 现在还翻吗 现在还翻 你看 那为啥还翻 我偶尔看看 或者玩游戏啥的 拿你手机 就是每次出差回来 她都会看 翻我手机看 为什么每次出差回来 都要看呢 也不是每次出差 我非要看的 偶尔回来 我拿她手机 你也挺奇怪的 也有点奇怪 但是平常有的时候 拿她手机玩 我拿她手机玩